我们来准备250克粘米粉 60克白砂糖 还有3克泡打粉 搅拌一下 然后再加入200克纯牛奶 给它搅拌到没有干粉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加入一点黄酒 不要太多 这样会更香 最后调成这样子 成双奶的状态 这样的浓稠度就可以 再准备几个小被子 或者用碗也可以 米浆装到8分满就可以 在面上撒上少许黑芝麻 冷水上锅 水开了之后蒸15分钟 我们的米糕蒸好了 我们拿一个出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米糕特别的松了 每一个都开口笑的 做的花形特别的好看 做法又简单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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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